歡迎收看,我是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在這一集要來介紹這個 交到C之後很常會看到的 就是把C跟一些幾何的問題合起來一起討論 在平面上如果有N個點的話呢 那最多可以連幾條線 這裡的最多是指 無三點貢獻 就是說如果你有 三個點是用一條線串起來的 會導致你最後可以連成的線的數目會減少 這也就是說沒有三點貢獻的情況 那會怎麼樣呢 我們有兩個常見的算法 一個是說 假如說我現在有七個點 那附帶一題你要怎麼去畫這個無三點貢獻的點 也教你們一個 很簡單的畫法 你畫一個圓 圓周不會有三點貢獻 好我現在有七個 七個點 那這七個點呢可以連幾條線呢 那任何一個點都可以連向另外的六個嘛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得到每一個點都可以連六條 總共有七個點可以得到七乘以六 一二三四五六 我少一個點 七個 好那 七乘以 七乘以六 七乘以六 那但是我連給你和等一下你 屬你的這六條你也有一條是連給我的 是同一條 所以說呢 在這裡方法一 好每個點可以與其他 那N-1條相連我們寫 N乘 N-1 就是說 每一條可以連出N-1條 總共N個點都可以這麼做 但是我連給你和你連給我一樣 方法二 那我任意挑兩點 就是一條線啊 所以 N個點裡 任意挑兩點連線有幾種挑法 那當我挑兩點的時候我剛講我連給你和你連給我是一樣的嘛 所以我們兩個是沒有 順序沒有差異的 所以就是怎麼樣 CN-2 那你可以算一下 CN-2的話是N 就是N-N-2 所以這是一樣的意思 第二題問你 突N邊形 裡面會有幾條對角線呢 那延續的上面的這個問題 我們來看 你可以說 我這些頂點啊 假如說我這個突七邊形 這樣就一個突七邊形 圓內接的N邊形一定是突的 那我這個突七邊形裡面有幾條對角線呢 那你會發現我每一個點他除了左邊跟右邊之外 他還可以再連12345條 這個5是來自他扣掉自己跟左邊跟右邊 因為左邊跟右邊是他的兩邊 所以他會有 N-3條 每一個點會有N-3條對角線 那所以最後的答案是N乘N-3 因為每一個點都可以產生N-3條對角線 好那 因為一樣 我連給你和你連給我是一樣的 那你也可以怎麼做呢 你也可以說我用上面這個方式 任兩點連成一線之後 然後 最外面的這一圈其實就是我剛才哭的這一圈嘛 是邊 它就不叫對角線 你把它扣掉 剩下的都是對角線 所以-N 那它就會是 2分之N乘N-1 -N 那這個N送上去分子是2N 然後它再跟分子這個N N乘N-1一起提出一個N 所以它會變成是 2分之 N乘N-1 -2N 然後提出一個N 所以是N乘上 N-1又-2 就是我們剛才的這個N乘N-3 3-2 2N邊形的頂點 總共可以連出幾個三角形呢 那 幾個呢 那一個2N邊形其實就三點連出一個三角形 所以這題的答案就是 先取 3 注意我們這個是2N邊形也就是說 我剛才講 2N邊形一定不會三點貢獻 那所以如果今天題目它要再更難一點 它可以跟你說我有 比如說10個點裡面有4個點是貢獻的 那你就要去扣掉一些 情形 那因為現在越來越不流行出這一種 經典然後又計算反覆的題目了 所以感興趣的話可以自己討論看看 我們在這裡就先不講 所以我們集中不是要你去記這些公式結論 就是說帶你去想像一下而已 那2N邊形呢 可以連出的三角形裡面 跟這個原本的2N邊形恰好共用一邊的會有幾個 恰好共用一邊 假如說我現在共用了這一邊 我 其實就相當於是怎麼樣 決定了兩個頂點 那我剩下那個頂點 如果又選在這個或這個的話就變成共用兩邊了 就是我假如說選這個就變 這樣共用兩邊 所以我如果不要共用 我要恰好只共用一邊 那我除了有這邊之外 第三個頂點有三個選擇 而這個三是怎麼來的呢 是邊的數目 扣1扣2扣3扣4來的 所以第四小題 他的答案會是 所以每一邊 都會有 這個N-4個頂點可以連 是N乘N-4 所以這就是 他的答案 那恰共用兩個邊的會有幾個呢 那如果我共用兩個邊我等於是共用了一個角 對不對 所以說當我決定要共用這兩邊的時候呢 那就是這個 所以第五題的答案是 N 可以嗎 在我們算這個完全不共邊的算法 之前我們先來提供第四題跟第五題的另一種做法 我們把7個頂點全部都編號 那我們說如果你要圍出一個三角形 是從這N個頂點裡面任選三個嘛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如果以7個頂點為例的話 你等於有7個不同的位置 就7個不同的頂點 被選中是圈不被選中是差 所以3圈4x排一列 任牌的話就是 C7取3 就7階除3階4階 那現在如果說要恰共用一個邊呢 那你從圖七上可以發現 恰共用一個邊代表說 我有兩個 我有兩個要選中的是相領的 那要選中的是相領的 那第3個要選中的又不可以跟他們相領 因為那就變成恰共用兩個嘛 對不對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下呢 那我們可以說 我們把圈圈 和圈 區隔開來 所以是 我們這個 不相領的做法就是說 插先放 然後怎麼樣 圈圈放入和圈放入 這樣你的圈圈跟圈就不會碰到了嘛 按照這個道理來說的話 其實是 因為我的差是沒有區別的 這裡沒有排列 沒有產生不同 所以 接下來就是說 圈有5個位置可以放 因為你4個差嘛有留下5個間隔 所以是5層上那圈再放入剩下4 這樣子 但是喔但是喔 因為呢我們還要考慮到這個 我也要選1跟7呢 對不對 我假如選1跟7他會帶來兩種 兩種情況我們都必須考慮一種是 我要開放這個相連的兩個圈是可以一七一一的 就是一個在最頭一個在最尾 那我們剛才這樣放他是不在這裡面 另外我們還要考慮到一種情形 就是說 如果我的圈圈就選1 結果我另一個圈選這裡 那他其實三個就結在一起了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這樣子 他就變成7一二 所以說呢我們在這裡呢要把 這樣的情境分開 那我們在分拆討論的時候順便我們就把這個7換成n 假設我全部最後是n個 我們先來看剛才 n個裡面呢那等於說你會有3個圈和n-3個x 然後於是我們把n-3個x先排 那會留下多一個比那個x的數目多1 所以我們本來的算是應該是n-3個x先排之後留下n-2個洞 圈圈選一個 這個時候圈再選一個因為不相0會變成扣1 本來是這樣 這個是還沒有考慮到17相0的 的情形 那現在我要考慮到17相0的情形了所以我就必須把 這個 n-2個選擇拆開 要怎麼拆呢 我要拆成 因為我們有一些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們要分拆成兩組 一組是我圈圈在選的時候有選到1或7 那我們現在已經不是7了應該說是最首或最尾 選1或選擇n 那這樣是兩種選擇 如果我的圈圈有選1或n 那在 第二個 就是單獨一個圈的這個放進來的時候就不可以放在首位 因為這樣會接在一起 那他變成說 2呢然後我們剛本來不是n-2個嗎 扣掉一個之後呢 另外這個首或尾的另一個也不能要 所以他這裡會乘上的是n-4 以7個為例 就是說 我原本這裡是5個 那你這兩個扣掉的我假如在這裡放了的話那你這個也不能放就剩下 3個 所以說我如果總共有 總共有n個數字 那會有n- 3個x 會留下n-2個空格 你選了頭那我尾也不能選的話 n-2再-2 所以這裡是 n-4 那如果我選的非1或n 非 1或n 那這樣子我 會有幾個呢 頭尾 我如果一開始兩個圈選的不是頭也不是尾 會有幾個呢 那其實就是把n-2扣這個2 那我一開始有n-4個選擇 這個時候呢這個 估一個的圈來選他就隨便選了只要不要選我選的那個 所以他會變成是n-1 n-2扣1 所以是n-3 這樣子 好 但是這樣子呢 還沒有怎麼樣 我們還沒有考慮 實際上我這兩個圈就一個在前 一個在後 接下來你再選一個 可以嗎 所以說我還要再補上這個 選1&7 1&n 第3個 這樣子 可以嗎 那這樣子一來的我這兩個圈其實沒有得挑 只有你有得挑而已 所以是1乘上 這個去選的時候也是n-4 就是 n-2扣頭扣尾 那於是你就會發現我幾個n-4 這三個都可以提出n-4 所以我有兩個又n-3個又一個 所以1加2加n-3就是n 那你就會發現我這樣算出來就是這個 n乘n-4 那為什麼要那麼麻煩呢 那是因為我們等一下要用到 這樣子的想法 這樣子的想法 那如果說我要完全 要恰共用兩個邊 以這個算法來算簡單很多 因為你等於是怎麼樣 三個圈包在一起 你要連續 連續三個 那 n-2個差先排 但是我們還是畫4個 留下 n 跟這個n-3個差先排 但是我們還是畫4個 留下n-2個間隔 所以我這三個圈挑 從這個間隔 n-2個間隔裡面挑一個放進來 這樣是n-2 但是怎麼樣呢 但是這樣子的式子裡面呢 也一樣 沒有考慮 我結果是用手尾相連的情況 我這樣子就可以連起來 對不對 那我手尾相連還有 一種是 圈圈 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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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種是 圈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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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後面也有 但是前面兩圈後面一圈 或前面一圈後面兩圈的沒有 因為這兩種情況在你接起來的時候也要算 所以他會變成是 n-2再加2 所以就是n沒錯 這個是 恰共用 這個跟n邊形共用了兩個邊的 然後我們來看到第六小題 他要跟 跟這個n邊形都沒有共用到邊 那等於說我們在選頂點的時候怎麼樣呢 我們不能夠選到相0的 所以就是不相0問題 所以我有n個頂點 因為我有三個圈和n-3個x 所以我現在總共會有n-3個x 去排 排完之後會有n-2個 間隔 那照這樣子來說的話呢 我三個圈放進去 圈與圈不相0 所以他其實會變成是n-2取3 那他 cn-2取3的話其實是n-2乘 n-3乘 n-4要注意一下 我還要除以 3接就是6 這樣才是c 那我們剛才因為不管你是兩個圈一個圈的還是三個圈在一起的 他都沒有這個 要除的情況 所以有的時候討論會漏掉 那於是呢這個是我 這個三個圈不相0 但是一樣我們要考慮什麼情況 要是你給我同時選到頭尾 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同時選到頭尾那是不是 這樣子就接上了 對不對 我們 還是以 不相0為原則 所以我們不會去再考慮說把兩個圈都放在 同一個底下 所以如果一個圈在頭一個圈在尾的話 那然後第3個圈在中間他其實只有 中間這個 n-2的間隔再-2是n-4個可以選而已的 那這個時候因為頭尾等於跟兩個圈一起拿掉 所以也沒有在除的需求 所以他要去減 去減掉 減掉什麼呢 減掉n-2 所以說我們可以這麼說 我們的答案會是 Cn-2取3去減掉 更正 減n-4 減掉n-4 那我們來整理一下這樣子算出來會是多少 所以如果我在這個後面去 補減n-4的話 那n-4送上去的話他其實是6分之6倍 對不對的n-4 那跟他一起提出n-4 你會得到 6分之 那等於是 n平方-5n加6再減6倍的 n-4 所以他會變成是 6分之 減6加 加6減6就消掉了 n平方-5n倍的 n-4 所以他其實會是 所以整理起來的話會變成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做一個驗算 就是我把他們三個都 加起來 可以嗎 都加起來 那多加起來的時候呢 那我們都送到分母當分母有6吧 6 分之 n乘 n-5 倍的 n-4 然後去加一個什麼 n乘n-4 然後再加 這裡要6 再加6n 這樣子可以嗎 所以剛才最後面的這個是 都沒有用到共用邊的 然後 這個是 共用一邊的是n乘n-4 因為我們送上分母所以前面乘一個6 然後共用兩邊的是n 一樣送上分母前面乘一個6 你去算前面這兩個因為他都有n乘n-4 所以他會有 n乘n-4倍 然後這邊是n-5加6n 所以是 這個7-5 加6加6 再一次 如果我們把前面這兩項合併 他都會有n乘n-4 然後這裡會剩下n-5 然後再加6所以會變成是 n-5加60n加1 這樣可以嗎 然後呢我再把他跟後面這個6n 合併起來那我們都提出n 6分之的我們n都提出來了 n-4乘n加1 那他其實是 n平方-3n-4 然後加6 所以就從3n-4變成3n加2 那3n n平方-3n加2可以拆成n-1和n-2 所以我們就順利的把他最後導成是 6分之的 這個n乘 n-1乘n-2 那這樣子是不是就是 c n-3呢 所以沒有錯 經過驗算這三個答案就是這樣子的